問說人數好像比去年少 就是少不了多少 少了一些 但是基本上我認為多數 這個意義不大 主要是要看我們的企業界的 他們的時間的安排 跟他們對議題的興趣如何 今年參與不忘亞洲問談 台灣代表團的代表人數 從去年30名減少到只剩下近20位 政府受到政府的關切 蕭萬長特別召開記者會 首先就要大家別做過度的解讀 基本上因為我們基金會是一個民間的組織 從我們成立直到現在的位置 我們沒有接受政府的任何的 這個所謂的財務上 或者資金的資助 所以我們也沒有跟政府直接的接觸 而此行蕭萬長也和大陸舞台辦主任張志軍會面 除了出身陸方立場堅持九二共事 日前也曾公開說台獨的盡頭就是統一 讓台灣執政當局不滿 張志軍也再一次表達嚴正立場 我講的這句話 適合我們大陸幾十年來的 我們的對台大眾方中的精神是一致的 這種小兒科的遊戲不可能得逞 這次兩岸關係降至冰點 蕭萬長26號上午還將參加一場 兩岸企業家的原作會議 能為台商帶來多大的實質效益 恐怕也是此行的一大挑戰 這裡謝謝影片與海南採訪報導